好,上回呢,我們稍微講到這個例子 我稍微再簡單的重複一下 就是我們上次有打了一些人名 然後比如說水果的名字 然後當然你不一定要用水果啦 書也可以啊,或者什麼其他工具都可以啊 然後呢,這邊是有它的量多少 我們每一個都來,比如說這個造衣 他買了橘子一斤,蘋果兩斤西瓜一斤 然後呢,上次我們有我們的第三種做法 是把這個價格寫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比較,以後我只要調一個 這邊都會變,對不對 所以呢,來,我再把公式再講一次 比如說第一個我會用等於 因為公式嘛,你要打一個等於 然後呢,等於之後你可以直接 有時候我們不用用手打 不用直接打到B2啊,C2啊,用慢慢去打 我們也可以用點的 等於這一格 好,我按乘號 乘上這一格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 這一格 乘上 這一格 好,然後再加上 好,這個 第二這一格 乘上 這一格 這一三這一格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公式就結束了 就Enter了 那但是呢,上次有稍微提過說 如果我們這樣子拉下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怎麼都是0 主要是因為 這個地方 往下拉 這個 橫的叫列嘛 它數字就會增加 它會自動幫你增加 可是重點是我們不需要它增加 你看 我們現在把公式點進去 你會發覺 是這一格乘上 這一格 那這樣不對嗎 我們一定要讓它在這一格 所以上回呢 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們可以加個前字號把它盯住 所以我們是盯在這個數字的前面 H3 然後我們把這個3給盯住 然後呢 I3 I3也把它盯住 J3 J3 這個3也把它盯住 有沒有 我們這種做法 然後呢 把它往下拉 錢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 我要先講 像比如說小計的部分 小計 通常 假設我先算完了 但是 也有可能 也 某些情況 你可能會要拉橫的 拉橫的話 拉 就是你的公式打好了之後 你拉橫的過去 它的公式是不是自然也會幫你套 就是幫你增加這個藍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這一格應該是 小計是要 要去上 對不對 從第一格 然後 M號 到 最後一格是 B7 對 所以你看 我把這個公式 如果拉過來的話 它自然會把 B 改成 C 拉過來這裡 B就會改成D 有沒有 它會改 所以 如果 我們的公式 有沒有可能 也在這個H的前面 加前支 把它盯住 有些時候 你有必要也要用到 只是現在我們的例子上 不要用不到了 我們的例子上 現在暫時用不到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你複製過來的時候 因為 隔壁 隔壁牌嘛 你要 它那個複製過來的公式 它會把B變成C 有時候 有時候你不希望它B變成C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前面 在這個 像比如說 就像這個 藍位的 這個藍的前面 也可以加前字號 把它盯住 I也可以加前字號 把它盯住 I也可以加前字號 把它盯住 這樣了解嗎 盯住的主要目的是 如果我 像我這個往下拉的話 後面的這個列的數字 我要固定不動 這樣了解嗎 但是如果是 你今天是橫的拉過來複製的話 我希望它的這個藍 我現在做一個例子 來給各位看好了 假設我現在這邊的加總 我一律只加這個 這個呢 我是從這裡加到這裡 這一格呢 我也希望從這裡加到這裡 這一格我也希望從這裡加到這裡 這一格我也希望從這裡加到這裡 假設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的上也是一樣喔 你看我把公式 我可以把藍固定住 你看我今天 我在看一下 我們剛才拉過來對不對 我們把公式拉過來 以至於這個地方 變成C 這個地方 變成D 有沒有 那現在如果假設 我希望我 摳過來這邊永遠都是 都也是 加總B的 這邊也是加總B的 那你只要 像比如說你把這個B 的前面加一個前字號 B的前面加一個前字號 你看喔 我現在 這是5嗎 我把它複製過來 結果都是5了 因為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公式B不會變 這邊的公式 B也不會變 還是維持B 所以藍跟列 藍是ABCDE 列是12345 你要固定 把公式複製的時候 你希望那個藍 要固定不動 你就在藍的前面 加前字號 如果你是希望列不動 你就把那個 列那個是數字嘛 前面加前字號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不只像剛才 我們因為我們的 舉例的公式 這個公式 就這邊 這邊成它的話 基本上 因為比較藍不會更改 比較 因為我們不是往橫的複製 所以藍的不會更改 所以呢 我們只 上個禮拜我只教各位說 我們盯住那個 列的那個數字就好 這樣了解嗎 但是呢 來 我現在繼續 我先把它恢復原狀 好了 這個 加總這樣看起來有點奇怪 加總 這樣就可以比較遲到是說 如果我要去打電話給批發商 要去訂的話 我就說 我總共要訂橘子五斤 蘋果四斤 西瓜四斤 對不對 這樣很清楚 但現在問題 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現在 我希望在趙一跟 趙一跟孫兒中間 我要插一筆資料 然後呢 假設我現在 我要增加一個人 在這兩個中間 增加一筆 是不是在這個 列的數字上面 按右鍵 插入 對 就插入一個空白行 出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打字了 然後開始加入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哇 好 啊這個 怎麼這個 價格跟數字 有點被拉開了 但是 公式還蠻貼心的 你看公式 它會自動幫你改 剛才本來是3 那我還原一下 我扣錯自己還原 本來這個公式 你仔細看 是H3 I3 J3 有沒有 那但是如果這邊 插入一行 空的 這個數字被移下來了 但是還好 你看這個公式 它會自動幫你變成H4 就是 因為你這隔被移動了 它這邊就會自動幫你改成H4 比如說我再多加幾行 你看 數字越被越移越下面 有沒有 但是這邊的錢還在 你看它自動幫你調的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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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H6 對不對 所以還蠻貼心 但是 你會覺得好難看 我 有時候你覺得難看 難看 我要把它 那個選起來 然後 Ctrl X 是剪下來 Ctrl X XX 那個X 是剪下來 我再把它貼到這裡來 我一貼過來 你看公式 A 它用很貼心幫我改成H3 所以還不錯 可是 你會覺得很麻煩 以後如果真的資料 都常常要插在這中間 常常要插在這中間 然後它又被推下去 你又再把它摳下來 再剪上去 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呢 來我現在換一種方式 我先還原一下 我現在換一種方式 我希望它 我移到下面來 這是一種 這是第一種方式 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 一樣我把它選起來 Ctrl X 剪下來 貼到這裡 Ctrl V 貼上 欸 你移到這裡來 沒關係 這裡也很貼心的幫你移了 B 13 這個 對不對 C 13 就這一個 D 13 這個 所以還好 減來減去沒有問題 可是喔 你雖然放底下 乍看之下 以後你這邊增加一行一行 也沒有問題 你看到 增加一行 插入一行 插入一行 好像 欸 至少不會破掉嘛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如果這邊 以後再慢慢加了好多 加了 有100個人訂 1000個人訂 你這個價格是不是跑到很下面去 你要每次要挑 如果突然這個價格異動了 你是不是要 捲到很下面去 然後把那個價格改一下 然後再上來看 很累嘛 所以有時候擺 右邊也不好 擺下面也不好 啊 你說擺上面好不好 擺上面有時候還是 也不是那麼好 教各位一種方式 擺哪裡最好 我先還原喔 來 這個東西 我把它剪下來 Ctrl X 還記不記得 有三個禮拜 我們有講過這個底下 有一個工作表1 工作表2 工作表3 我把它移到工作表2 移到工作表2 我乾脆就貼在這裡 Ctrl V 我就貼到這裡 我價格一律放在工作表2 工作表1 都是 算價錢跟算數量 那這樣子 你不管增價100筆 你只要切到工作表2 馬上就可以調價錢 欸 那你會覺得 我移到工作表2 啊為什麼算式還OK 來看喔 它的算式很複雜 突然變得很複雜 有沒有 來跟各位講 我們分析一下就好 我們先看這個 唯一比較差別的是這個東西 工作表2 然後 驚探號 驚探號 欸 驚探號怎麼打 驚探號 你要按Shift 再按1 各位1234個1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驚探號 有沒有 你知道 所以呢 這個驚探號 要自己打嗎 我跟你講也不用啦 這個但是你有時候你要用手打的時候 自己用手打的時候 我把這個公式重新打過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自己用手打 你就是等於 B2 對不對 乘上 啊 因為那個價格在工作表2 在這裡 工作表2裡面的A2 所以你這邊要打 等一等喔 所以你這邊就是 乘上 沒有 你看 不是直接打K2 工作表 2 然後驚探號 驚探號 等於說我要 我要去 我要跳到別的表 跳到 那個工作表2的那個表 然後去找他的A2 這樣了解嗎 嗯 那但是那個2 那個 來 這個2呢 我要固定不動 2我要固定不動的話 我就要 再加一個前 2的前面加一個前照 把它盯住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加上 C2 C2 乘上 後面的寫法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來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點的 點的怎麼點 C2乘上 你就去點工作表2的 這一個 對 B2這一個 回來 工作表1 B2是不是就進來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只要在2前面再多加一個前支 好 盯住 然後再加上 好 我一定用點的了 加上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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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乘上 工作表2 裡面的西瓜匠 其實所以 通常你看這個 打完了之後 建議乾脆 各位先按個 Enter Enter它會自己跳到 工作表1 才不會有問題 這邊才會有一個 工作表2 好 然後再把這2盯住 好 盯好了之後 你再去複製下來 有點複雜,我再做一次喔 我再做一次 等於 B2 對不對 乘上 工作表2裡面的橘子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 把它頂起來 然後加上 乾脆我就在這邊打完 好了,加上 C2 可是這邊的C2指的是工作表1 的C2喔 不是在這裡的C2,這裡的C2不對喔 不是這個喔 C2乘上 工作表2裡面的 這個 你可以點底下再點 你的橘子 然後把2盯住 等一下 把2 盯住 然後再加上 應該是工作表1裡面的 那個是D2 有沒有 乘上 工作表2的西瓜架這個 然後把西瓜架這個的2 列的2 盯住 打完了 Enter,你看它自動跳回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再複製下來 就成了 OK 所以各位要知道 這個前字號 它不僅可以盯住列 它還有可以盯住 藍 還有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話 你前面還要多描寫 工作表幾個驚嘆號 可以嗎 那 我再多講一個東西 有時候你會工作表 好難聽喔 很難記 怎麼會工作表 你可以改名字 改名字怎麼改呢 在工作表2上面按右鍵 有時候右鍵 它不能運作 暫時 如果有時候以前右鍵可以 但現在好像不行喔 我們就按兩下 等一下 點到別的地方去 等一下 工作表2 我們可以直接改名字 按兩下 或者是 按右鍵 重新命名 假設我工作表2好難記 我就打架 那個什麼 架位 架位 你看可以改名字喔 工作表的這個 上面的字可以改名字的 我改成架位之後按 英格 回到工作表1 欸這公司都還在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自動幫我們改 把工作表2都調成 架位 驚嘆號 架位 驚嘆號 架位 驚嘆號 可以嗎 所以很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 比如說你可以把工作表1 改成數量 對 然後第二個 這個表格叫做 架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以後的計算 你可以跨表格 寫在另外一個表格裡面 可以嗎 好 來各位操作看看 好